哈囉 時間差不多了 我先跟大家確認一下 你們是來 聽那個 不在黑箱這一場了吧 我怕有人跑錯喔 因為這超冷門的 啊那個不能免贖的 我還是有人沒聽過GGG台北嗎 沒聽過的舉個手 哈 那個 那個票數不算 你真的沒聽過我們 那你現在聽過啦 有帥哥有美女 喔 歡迎來參加我們社群的活動 那這位同學為了你快速介紹一下 GG 本身就是那個 Google Debuter Group的那個所寫 那它是 跟一些Google相關技術的同號 在地的在地社群 那舉凡 Enjoy Chrome 還有GCP 還有Kubernetes Firebase這些 我們通通都提供原廠的資源 那 我們谷歌當然就是 我們的乾爹當然就是Google嘛 那我們未來 第三季跟第四季會有兩個活動 一個是我們的AI資安日 齁 一個是我們的DeadFS 那這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309的C1攤位 你可以去跟我們的同伴 夥伴聊一下天 那 呃 有人第一次來CostCup的嗎 那你可以先下載一個叫 OPAS的APP 或是你可以到我們309C1攤位 問一下我們夥伴怎麼玩 然後 這個剛剛大家應該都玩過齁 有人剛剛沒有聽到Jerry老師介紹Bron的嗎 沒有 好 你可以掃一下可以掃一下 玩一下玩一下 他比較沒有那麼玻璃心 然後 可以看一下自己所在城市的GDG的官網 加入 然後按加入 我等一下會介紹台北的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後面看得到嗎 為什麼我們比較建議用Bron比較建議 用那個 那個病的那個叫什麼 啊病AI 病AI比較玻璃心 這是我們實際做過實驗 那 介紹完GG之後 我要介紹一下今天的講者 那這一場是由我們GG台北的 還有我是Fenge 還有我的夥伴NOFLAG NOFLAG NOFLAG揮個手 對 我們一起就是一起做的這個 呃實驗跟分享 那 呃我們主要是 基於這個FLOCK的語言 FLOCK的語言在市面上還沒有 比較少看到他對他做軟體 呃 圓碼檢測 靜態圓碼檢測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大概有一些實作的經驗 那稍稍的分享了一下 那NOFLAG本身她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呃資安女性 呵呵呵 這樣講到有點奇怪 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啊 她是她現在在中華資安的SOC team 欸 我們互相介紹對不對 她在中華資安的SOC team 那她之前也是在成大的 金融資安研究室工作過 那她是新任的那個GGG台中的security的Organizer 所以要換妳介紹我 這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資安長 對 這是 然後她是GDG台北的Organizer 對 那 呃還有什麼 沒有了 呵呵呵 也沒有粉絲 非常帥氣的帥哥 對對對 好 呃繼續繼續 好我繼續嗎 嗯 好那沒辦法幫我 呵呵 好然後小弟就是Fenge這樣 對 那 呃 我再次確定一下 大家聽完這個之後 應該沒有什麼想要離席喔 因為這真的超能本的 呵呵 好囉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正題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個 flatter不在黑暗 之Duck語言的這個精彩原碼檢測的分享 那 flatter它是一個 我等一下會介紹 Duck就是一個測試語言嘛 那flatter是一個跨平台的框架 那我本身是Fenge 我是GGG台北的 等我等我一下 這可以用對不對 騙人 我是GGG台北的 蛤 啊 啊下一場了啦 哈哈 下一場應該是明年了 啊 呃那個 我是GGG台北的organizer 那我是 本身是資安領域的負責人 那資安組 GGG台北的資安組 這兩年因為台灣資安法的關係 然後我們才成立 那我本身曾經在數個金融單位 帶過關門師跟主管 那我也是大學的講規大學的講師 那我也是Android的Develop 那我之前也曾經支援過 OpenStream Map 那OpenStream Map 是明天的議程 不過今天我沒有要上去講 然後我早期也做過一些行動支付的APP的專案管理 那我的夥伴NoFlag 他本身是GG台中的organizer 那他是中華資安SOC Team 然後成大的團隊 然後也在成大金融資安中心待過 那我們今天我們的content 大概會只有幾個部分跟大家介紹 首先當然不能免俗的會介紹一下 GGG台北最近在做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為什麼 Application Security Testing 是這麼的重要 那第三個是對於Flet的這個簡介 那第四個對於我們新年所使用的工具 SonaCube的一個介紹 那再來就是SonaCube 怎麼去幫Flet去做一個 這個Static的Programming Analysis 靜態圓滿的檢測 然後最後再教大家怎麼看看這個報告 那首先我不能免俗的 因為我們的那個社長在這邊 我要介紹一下 好好介紹一下 繼續去台北 那我們就去台北一樣 就是一個 跟谷歌技術 熱愛谷歌技術 熱愛谷歌技術的台北社群 然後我們零角年成立 那我們希望可以對於 對谷歌技術有興趣的工程師 然後彼此多多交流 那我們早期會在 早期會在果子咖啡 每個禮拜三定期進行聚會 那後來因為果子咖啡收起來了 那我們就 我在想小弟不才 去跟天龍數據接了個CoinSpace這樣 進協調之後 我們每個禮拜三 大概可以在那邊 舉辦一下活動 那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對於行動開發有興趣 對於谷歌相關技術有興趣 我們在那邊都會有一些 比較年輕的夥伴 在那邊討論這些東西 那這是我們的群組的 官方群組的來 有興趣的可以掃一下 欸真的有很少 好東西我等你 那第二 呃 那我們本來09年就成立了 所以我們大概有分之兩個社群出去 一個是GDD的Cloud台北 它是屬於一個專門在處理 那個 Google Cloud Planform的一個技術社群 那它的FB入文網址 那有興趣的可以加入一下 那邊就非常密集的在討論 那個 嗯 Cloud的東西 那他們每個月都可以去 Google辦公室 做一次Mia 有興趣的可以加入他們社群 然後 GG桃園也是我們台北分出去的 那他們的特色就是不定期的 提供熱門議題的Lightning Talk 那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 呃 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天辦樹場的Lightning Talk 那他們也會有 定期辦理 呃 Hexzone跟Workshop 那有興趣或是你住在桃園的 也可以加入一下 那我必須 呃 我還要介紹一下什麼事 欸為什麼我們治安日被拿掉了 週一 週一 好我們9月16號有治安日 好那我就繼續往下講 那我們每個年的12月大概會有一個DeadFest DeadFest它本身就是一個 類似我們的技術年會的活動 那在那是一個 呃 它是一個單日活動 會有數個Session 同時進行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我們的臉書官網 是可以看到 呃在第四季可以看到相關的資訊 那大家就問我說 那我去DeadFest可以幹嘛 基本上我去DeadFest就是去負責吃 好不好 然後負責主持跟分享 吃比較重要 然後呃 呃我們會遇到一些 呃在業界 DeadFest後來我本來假日 所以你會遇到你有興趣的這些 產品 在業界的代理或經銷的夥伴 然後呃可能就會對於你的問題有興趣 然後就幫你找到工作 呃找到工作不見得比你現在薪水高 呵呵呵呵呵呵呵 OK好然後 呃好了我要進入正題了 那就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呃我們主題啊 首先我們講講為什麼 一個應用軟體的資產檢測這麼的重要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支iPhone 乾爹對不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啊 啊法者資源法者資源 啊啊啊啊啊 社長講台算你講不算 這是一支iPhone User看到的樣子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 呃UserName啊還有 你可以幫我插一下這個嗎 沒有這個有點難講 OK 你們可以看到左上角開始他有UserName 然後有Password 然後還有那個 記得 記得我的帳號 對不對 還有那些有的沒的 好大家都看到藍色喔 藍色喔 這是User的視角 好 如果是我們資安人的視角 他就變這個樣子 欸 哈哈哈哈 欸 這邊可以做Sequel Injection啊 這邊可以做Cosice Creeper啊 對不對 啊沒有螢幕了啊 不是 哈哈哈哈 啊 完蛋了 我還沒講完 還可以就打進來 404 404 404 502了啦 哈哈 那 還是我覺得可以繼續講 好 沒關係 基本上 好我開始說 一個App我們可以怎麼去打他 首先就是 剛剛大家除了看到Sequel Injection 就有 欸你這 不專業 哈哈 跟直播主講一下好嗎 那我們現在可以直接切嗎 可以 你可以繼續幫我下一頁 可以 蛤 沒有 蛤 好啦那你幫我切啊 好啦沒關係我紅外線可以用就好了 不要再玩我的電腦了啦 好啦 我不知道現在誰在連著它 哈哈 對啊你這樣 我不會說你是遠傳的 蛤 對呀我們 所以阿你看 呃不要說我們這邊就有Sequel Injection 然後這些攻擊的手法 跨戰那也有這個Data Link 然後還有這個弱密碼 對之類的 弱連線弱密碼 還有這個開的Sign Sign Injection這種 不管你在一個APP上面 可能Maybe你是用WebView 也許你是原生的APP Native的Language裡面就有漏洞 那或許你這個漏洞是在你的後端 沒關係我們都可以從APP的API打進去 對吧 打這個人不是我 所以呢 一般來說我們在資安圈 我們就會用一個叫Owasp Type 10的東西 去 Owasp Mobile Type 10的東西 去介紹我們常見的弱點 那這個東西大概三年也會有重新排名更新過一次 那我們從這邊看起來 他在2023年有一個最新的版本 知道Owasp同學可以舉個手嗎 想不起Owasp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嘿哈囉哈囉你們算資安圈的 其他應該都開發者對不對 好我打個廣告啊 就會二號三號在搜菸六樓 Owasp他們有個年會 那個兩千塊才有背包但是蠻好看的 那個背包是超Colin的 啊等一下Colin那個人來齁 江澤來你就可以問他Colin背包去哪裡買這樣 好回到主題就是那個十大這個風險啊 大概就如簡報上所示 他第一個是不安全的身份證驗證跟授權 Authentication跟Authentization 那第二個就是不安全的通訊 Communication 那第三個是不安全的供應鏈 Authentication 好供應鏈 職窮了 對阿第四個是不安全的Propercy 第五個就是 第五個是不安全的憑證啊 然後第六個是不安全的IO 第七個是你按著錯誤的 安全錯誤配置 你這怎麼這樣翻好奇怪 就參數設定錯誤這樣 也算在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第八個就是沒有加密碼 第九個就是那個Storage的不安全 然後第十個就是 嗯 二進制 不足保護 那這樣聽起來大家應該都覺得很無聊 很像自然科對不對 我們趕快下一頁 有沒有 我要解釋一下 在行動段啊 這些東西你都要去Care到 因為它是一直在移動 而且一直保持通訊的東西 那手機裡面本身也有它的Storage 那還有一個加密方式 加密通常都會用到憑證 還有手機它有獨立的IO 也因此我們在開發一個安全的APP的時候 這十項基本上都很 啊 其實我自己在寫的時候是都要考慮到啦 對 那 當然台灣的城市設計是有一部分是 城市在動你不要動 或是城市會動就好 所以這才需要我們資安人員去做這個APP的檢測 所以這個還算 應該在現行市面上 有上頗大的APP都算蠻重要的 那 這個軟體測試的東西 我們到底放在我們整個公 產線的哪一環 這邊當然寫的很簡單啊 寫好 城市測試會動 部署 結束 呃 現場同學知道這三個步驟嗎 不知道的可以舉個手嗎 公司這三個步驟只有做這三步 我請舉手 好這樣我就放心了 那我要繼續往下講 所以呢一般來說我們一個軟體在開發的街道 我們會有一個需求訪談 需求訪談 需求訪談的地方 如果你的公司有ISO27001 而且你的資安有認真做 需求訪談的地方應該就會開始跟你們說 欸那個IO的欄位有多少個啊 然後前端部署 前端防禦還是後端防禦啊 巴巴巴的啊 然後 當我知道我有多少的欄位可以去做summit的時候呢 我就會開始寫我的 呃 PM開始寫他的計畫嘛 就是說我第一個欄位要寫生日啊 第二個欄位寫身份證字號啊 那些資安就要去寫一個我們的tested plan 就是開始 我們要怎麼去對這幾個欄位進行測試呢 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不過這時候都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啊 就是寫在文字上 欸不見得做得出來這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unitest 好不好 啊對 unitest 第三個是unitest 就是工程師開始寫code 就是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 開始往下寫 這是我們怎樣要做什麼 你一邊在寫那些code的時候啊 我們一邊就掃你們的code 找開發者的麻煩 在公司有遇過這情況可以舉個手嗎 你的code會送給資安掃 然後他們把你退回來說不給 不給過 沒有 沒有嗎 不要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 那 我再問第二個問題 在整合測試的時候 有沒有PM推薦過的舉手 有沒有啊 你們是不是都不是寫APP的 整合測試的時候呢 就是 呃 你的身份證字號不然不是有10碼嗎 到底有沒有合那個邏輯啊 PM不是都會測一下 K12345678跟 K24680 啊不 K12345678跟 K23456789 到底會不會過 有人知道這答案嗎 不知道 你們都沒有註冊過假的身份證字號 這兩個都不會過 因為數字只有8碼 數字要9碼才會過 啊在你們 在PM在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通常我們 就會開始做一些打戰 把它當作模擬在打戰的動作 就是去測每一個欄位啊 除了PM設的那些字之外 我們能不能用一些SECode injection 比方講 什麼 1等於1 1不等於1 去測試它 看能不能打破一些它SECode的常規這樣 然後去 破 去進行一些別的等候的方法的測試 那一個產品經過PM之後 就 下一步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 你們PM看完覺得這產品沒問題之後 你們下一步應該會是什麼 就Release的對不對 超棒的 有問題在說 客戶公測 這很常見 如果 如果這個不常見 我們應該工作就接不完 通常 對 Release是一個做法 那通常 比較講究一點的 還會把它做一下弱點掃描 就是說 這個Apple到底有沒有什麼在OS上的弱點 比方說 以Line來說 你們有沒有遇過 很舊很舊的 我阿嬤 不是 你阿嬤的 我媽媽的 很舊很舊的 Android手機 突然有一天 Line不能用 因為 Line在裝的時候 少出你的Android 還是Android 456 他就不給你裝 那這個測試 當然Line不可能 在Publish出去之後 才做客戶公測吧 所以他們在客戶 他們在裡面 他們就會先做一個 這樣類似 熱點掃描的動作 如果去決定哪一個版本以後的 會有 再也補不好的漏洞 然後那個版本之後的Android 他才可以用 對 那通常這個部分在 一般的公司也是自然在做 然後最後就有一個Pentest Pentest他 理論上來說就是在 整個系統在做最後的測試的時候 就是 他剛剛說的 他們Pent已經說 可以出去的那個步驟 那我們還會針對後段 後段再做一次 測試 確定後段的API啊 還有我們的雲主機啊 連線啊有沒有加密 之類的問題 那最後當然出去之後 就是定期的Maintain 那其實 Android的APP 已經這麼多年了 應該出到13還是14了吧 那其實 我覺得現在對大家來說 Maintain的工作 應該是特別的吃重 因為城市在 學長留下來會動的城市 還有 呃 後段城市 後段工程是不敢動的 後段學長留下來的城市 還有 呃 當初不知道誰從地上搬上去 雲端WM 好 反正問題很多 呃 應該 沒有人不知道什麼是SSL吧 有人問 那 在座有沒有人有換過SSL的憑證 有 有沒換過SSL憑證的嗎 那 換過有出事的請舉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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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人有把握知道自己的APP 一共打了多少支API嗎 除了你自己寫的哪一個APP之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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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建議 治安會建議的開發流程 還是 繼續往下講 講了開發流程之後 我要講檢測 檢測大概分兩種 一種比較動態一種比較靜態 呃 好 我先問 有人知道動態檢測跟靜態檢測的差別嗎 那你們知道Unitex的 整個測試跟單元測試的差別嗎 啊 我剛剛有說到 在單元測試的時候大概會做靜態 啊 幫我按的嗎 哈哈 那在整個測試的時候大概會做到動態 那靜態就是 你知道這個功能 這邊是打身分證字號 所以我就打K12345678 然後按下去沒過 正常 A123456789 按下去會過 這就是百項測試 我們知道的靜態測試 啊動態的話你就會打 ABCD5678之類的 開始突然喬驚嘆號信號什麼的 那理論上來說那樣的欄位我們就應該把它 就是阻止它再繼續寫密出去這樣 不可以讓它按下寫密牛 那那種就是動態測試 那通常這種每一個欄位都測 太難了一個Apple到底多少欄位 而且不見得只有 Io的寫密要測 那還有加密還有Code寫的好不好 有沒有漏洞啊這種 或是WebView裡面有沒有寫出什麼問題 用了舊的Code Injection之類的漏洞 沒問題 只要有工程室的地方 就有自動化 所以 有一個自動檢測的工具叫SonaCube 就這樣出現 那SonaCube以前一直都用在一些Java 或是C++之類的 那最近我們找到一些套件我們把它組起來 我們開始幫它做一些 這個Flat的這個檢測 所以下一個應該要介紹Flat 還沒嗎 還沒嗎 你怎麼做那麼多頁 你怎麼做那麼多頁 好 那 這你多加的嗎 一個新態 一個動態 好 所以我已經講完動態了對不對 對 你講完動態 不好意思 動化太多 我把它按一按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在接到App的檢測啊 我們就會去幫他做幾個這樣 一個新狀圖的這個去解釋說 跟工程師解釋說 那幾個部分要比較重要去修 那幾個部分現在分數很低 可以不要修 那這是目前金融業三個比較重要的 單位 可能是雜誌啊 可能是周邊機構啊 或是可能是那個管錢包的單位 那做出來的檢測的結果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他對我們剛剛 OA Super Mobile Type 10裡面的隱私保護 在某些面向分數都非常的低 好 那 呃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我不想說 我沒有做這個批評 然後 換你了嗎 接下來就是開始介紹 Flat 跟他一些檢測的過程 那我請我的夥伴 然後Flat來介紹 真的我講嗎 喔好喔 還沒到你是不是 不是 那個專家在這邊你要我講 好 不好意思 這邊還是我 然後 Flat他這個東西 我介紹一下Flat Flat 這邊寫APP的舉手 iOS Enjoy 有嗎 寫APP的舉手 哈囉哈囉 1 2 3 4 4 4 5 不好意思 那邊的同學請問你們是寫什麼的 蛤 寫網頁 我們這個介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發台網頁嗎 發台網頁嗎 對 我寫APP的 好 好啦 好 反正收到Cube多支援啦 你就照那個等一下流程放進去掃就對了 那我們會選 Flat是因為第一個他是 他他很新啊 他是 Flat這東西是一個跨平台的東西 但是他又跟以前我們用的那個什麼 r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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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RN那種東西又不太一樣 他他效能上又可以做到幾乎跟原生是一樣的啊 那他也有一些熱從仔的功能啊 自行定義的功能 真正我們會選擇他是因為 他之所以流行的原因是因為他可以有強大的UI庫 然後讓工程師在科EUI上面可以省一點力這樣 那 呃 他的Flat他的原生 他所使用的語言叫做Duck 就是所謂的暗黑語言嘛 黑語言 但是這個跟海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 嗯 這個東西他是比較新的語言 那他的開發效率其實比Java HC++這些都還要好很多 那同時他也在Kernel上他可以 呃 使用到比較高的效能轉換 那 對於 呃 一些我們在 特別是在App上面 我們會有一些內存 快內存的分配上面 他又可以比較高效率 又Smart去分配他的內存 對 然後 最重要的是這一定要 揮個手啊 那個我們有豐富的社群資源跟原廠可以問 對 然後在那個 那個 309的那個C1攤位 對這個有興趣的可以去 找 找這隻鳥 找這隻鳥的圖案可以去問一下 那我們這次會去找這個Flutter 那我們去幫他做檢測 最主要是符合NIST的這五個安全性 就是 見識檢視保護響應跟復原 那 見識他就是 透過的那個核心的資產啊 跟關鍵的威脅 找出他的漏洞 然後並進行漏洞的修補跟追蹤 去確保他的安全風險是在可以接受的情況下 那檢測就是 第二個檢測 NIST的第二個檢測 檢測就是我們這次最主要的目標 那我們就是要找出他的漏洞 在 在做漏洞 想法跟靜態檢測 還有一些 動態測試的情況下 用工具找出他的漏洞 和識別漏洞的風險 所以每一個漏洞都有高中低 就是在檢測這個部分去判斷出來的 那高中低就是可能代表就是 你們工程師要加班的時間跟修補的順序 然後第三個是保護 保護就是我們 後續會做追蹤 確保漏洞都已經修補好了之後 去保護我們關鍵資產 最後就是響應跟恢復 響應就是寫報告嘛 每一次檢測跟保護之後的報告 去做報告的差別 然後去做鑑別 到底有沒有不好 然後還有恢復 恢復就是當我們真的有修補好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出事了 這個東西quish掉了 我們有提供一個怎麼樣 其他的方法去把它做恢復 比方說留下客服電話 讓客服一直被騷擾之類的 好那前面大概大概都介紹完 再來就交給我的夥伴來 對SnowKeep進行介紹 換你了換你了 哈囉哈囉 我問一下那有用過這個工具的人 可以舉個手嗎 欸有了 居然有人用過喔太好了 好那今天 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SnowKeep在做什麼 那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那個工程師 那要開發嘛 就要去保障我們程式碼的品質 那 比較常見的做法其實 是使用去 使用Git去進行控管 然後再去用人工的方式去 去進行co-review 但是如果你的專案是 跨團隊的去進行 那就會變得比較 就是你的程式碼可能要做的檢測那些 就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所以我們今天介紹這個SnowKeep的 它就可以去 幫助我們大量的程式碼去進行 檢測然後大大的去減少這個 時間成本的問題 那SnowKeep它可以最多可以分析 29種以上的語言 也包括一些大神去製作的插件 就像今天說的Filter 它不是官方原聲就是支持的語言 所以我們另外用了其他的大神去做的套件 然後套到這個SnowKeep裡面 那它裡面的規則就可以允許我們去 檢測Filter的這個部分 那來講一下SnowKeep的這種工具 它是一個開源的靜態程式碼分析的工具 然後有自動化檢測 然後可視化操作介面等等的這些優勢 然後可以幫助就是開發的團隊去 快速的去解決就是程式碼中的問題 那同時呢它在解決的 就是它會提供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然後告訴就是檢測人員說 哪些地方是有缺陷可以去修補的部分 再來SnowKeep它是支持就是 跨團隊的去進行合作 以及分級制度 也就是如果你的主管跟開發人員 就是你們不同的等級可以看到的不同的權限 可以去進行控管 那再來是可以看到說 這是SnowKeep的就是它的UI界面 那在軟體開發過程中它有分 主要是Bug跟ModernAbility 這兩個是比較常見的問題 那這兩個類別指的是不同類型的程式碼的缺陷或是問題 那第一個Bug呢它就是程式碼中的錯誤 也就是這個錯誤可能會導致程式碼在運行的過程中 沒有辦法去執行 比如說崩潰或是無限回圈的問題 那如果要修復這些錯誤的話 就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去進行檢測或是處錯 那ModernAbility呢它是 就是程式碼中可能會被駭客去利用的一些安全的漏洞 那這些漏洞可能會導致說 比較敏感的資料會外洩等等的問題 那如果要修復這類漏洞 就要根據相應的安全措施去進行解決 那Dev呢它是用於就是衡量說程式碼中它存在的各種的品質的問題 或是一些CodeSmile的問題 那CodeSmile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就是程式碼中它會潛在的問題或是改進點 但是它不是一個必須要可能是 就是你開發者你自己的有自己的寫程式的風格 但是它列進去這個裡面它覺得 你這個地方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 就可能導致程式碼很難去維護 或是可讀性的問題去下降 所以要修復這個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花費一些時間去進行重構 優化程式碼的部分 那Security Hotspot它是就是程式碼中它被定義為 就是潛在的安全漏洞的就是區域 那這些不一定是確認的就是一定是它 它一定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而是需要開發人員或是一些專家去進行 進一步的去進行檢測 那程式碼的最後最下面有一個叫做程式碼重複的區塊 它就是說顧名思義就是程式碼中有很多重複的區塊或是模式 然後它增加了整個程式碼的重複的這個複雜性 然後可能如果你要去debug那些就會導致比較難維護 那再來是SonaCube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bug vulnerability close mail這些問題 那再來最後有一個是根據嚴重度它會去進行分配 那開發的團隊它就可以根據不同的安全的漏洞的影響 然後它就可以幫就是比較問題比較嚴重的先優先去進行處理 那再來是關於就是程式碼中可以識別問題的這個部分 然後SonaCube有一些預配置的規則 就是你可以通過製作一些品質的配置的文件 就是你要檢測的這個過程中要讓它 讓工具可以識別你程式碼中的漏洞 那你就要給它一個檢測的規則 那這個檢測規則 除了它自己本身工具有提供的內容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去添加 也有一些是網路上Github上面有另外提供的插件 那你如果想要讓程式碼品質保護的更好 安全的品質提升的話 那你可以增加更多的規則去提升這個檢測的效率 好 我剛剛腳過這裡 好 那這個是 你可以 還可以去配置就是 自身的 除了剛剛的自己規則之外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 就是嚴重度的等級 然後去進行分配 那程式碼對於就是很多的 剩兩分鐘 好 那我盡快講完 因為我覺得好像還有很多 好 這是demo 就是 這怎麼跳過 好 真的嗎 好 不好意思 十二分鐘 好好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個再來是 這是demo的影片 就是我們在檢測一個專案的時候 它掃出來的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說它現在 前面 這好難控制喔 Sorry 前面有一個 B2T的問題出現 那出現這問題之後 我們要來查看說 目前的問題是什麼 那SonaCube它就會提供說 現在的問題的 呃是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程式碼在哪一個區塊 它出現了 呃這樣的問題 好 那點進去 好 那這個程式碼它 它會 跟 跟你說 這個問題它詳細的 呃 是什麼樣造成的 那為什麼它會認為這是一個漏洞 好 那在這邊它就是說 呃 根據那個Android的components 它沒有去定義權限 所以其他的應用程式 它就可以進行交互 然後去執行 呃 潛在的就是未經授權的操作 所以這就被認為是一個 manability的問題 好 那 可以看到說 欸 好可以看到說這邊有一個 呃不合規的案例 就是 你寫程式碼 它覺得你這樣寫不 不是 允許的 就是你這樣寫 就是一個漏洞的存在 那它會跟你說 什麼樣 才是 不正確的 跳過 我 我記得這樣 跳到哪裡去了 等一下 去哪兒了 sorry 等我一下 我我我 我 很好很好 好這個就是合規的 就是正確的寫法應該是這樣 因為它就是強迫你 建議你說 你的這個 components 它是實施 就是限制性的 權限的問題 就是限制你 呃權限 應該用 怎樣才去限制 才會 才不會導致你 這個程式碼會有這樣的 呃 呃 呃 就是這樣的問題產生 好 這個是 vulnerability 對 好 這個是 等一下 sorry ok 好 這個是bug 就是 bug就是你 可能程式碼中會 導致的錯誤 然後 它也 也可能會導致安全問題 但是跟前面的那個 vulnerability的檢測也是差不多 那這邊也是 可以看到說它的project也是 檢測出一個bug的問題出現 然後點到bug那地方就可以看到說 它在哪個地方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然後點進去之後 可以知道說這個bug 它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該怎麼 該怎麼去解決 就跟前面是一樣的 對 對 它有跟你說 合規跟不合規的 呃 檢測的 檢測出來的結果 然後你可以根據它的 就是 的 內容去進行修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報告的部分 那報告它 我先說一下 因為報告它不是原生 就是 嗯 它本身的就是 套件 那我們也是需要另外去 Github去另外 裝這個插件 我們才能看到裡面的內容 那為什麼是至於是 是簡體字呢 這個 各位先不要介意 因為 這是 這個插件是這樣做的 呵呵呵呵呵 好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剛剛 呃檢測出來的 有 漏洞 那檢測出來有漏洞 也有其他的 像是 呃 呃 就是我們寫程式 的個人風格 不太符合它 它的 就是檢測規則 那還有其他就是 對 然後複雜度我講一下 那複雜度就是 程式碼比較難以理解 跟分析的程度 那複雜度可能會來自於 程式碼的結構 或是邏輯 也算法 等等的這樣的設計的方面 那比較高複雜度的程式碼 它就會比較 難去維護或是測試 那再來是 呃 問題的分析 那問題分析 它會根據說 你剛剛前面 檢測出來的結果 然後哪一個文件出現 這樣問題比較多 就是會根據我們自己配置 或是官方已經幫你配置好的 呃那個規則去進行 檢測下來的結果 會跟你說 那這樣可以讓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無論是自行的開發人員 或是 呃公司 團隊會比較好理解說 我們該從哪裡去下手 哪裡去 幫助我們整個程式碼 就是去維護 那再來是問題的詳情 就是 前面剛剛 有可以看到說 程式碼 哪個地方有漏洞 或是哪個地方有缺陷 他會告訴你嘛 那他把這些 資訊 打印到報告上面之後 他會很詳細的跟你說 哪一些地方應該去修 哪一些地方是 呃 違反他的規則的 他都會很詳細的把它列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根據裡面的內容去進行 呃 改善 那質量配置他就是品質的問題 他就是定義於 定義於就是程式碼的檢測規則 或是配置 檢測規則的嚴重程度 那 那 這個 呃 品質的配置 他是 SonaCube對於 呃 不同的程式語言 會有不同的檢測規則的 呃 整個集合 那每種程式語言 他都有特定的品質配置 那其中就包括了一系列用檢測 就是檢測程式碼缺陷跟問題規則 那這些跟 這些規則就會根據不同的程度 的嚴重程度 會分 進行分類 那 最後最後那個 呃 因為我們9月16號要辦那個治安日 就前面好像沒有接受到 那我們那一天雖然要 觀眾要付錢 但是我們那一天會 呃 會送 除了會送觀眾報到禮之外 也會 就是 當天也會抽 抽很好的禮物 就是你只要 拿到我們的會眾禮 只要你先 線上已經報名完畢的 才能去進行參加 所以你如果到現場 才來 才來報名的 你就拿不到會眾禮 然後也不能參加抽獎 但是你只要用600塊去購買就好 但我們總養票只到8月中以前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除了可以掃描我們 或是到我們刊位去詢問這樣的活動 也可以找我們兩個負責的 這次負責這個活動的負責人 對 那各位 對 有興趣就可以掃一下 然後 欸 然後這個是 這是我們這次活動的議程 那也應該如果是資安做資安的 那應該就會比較 比較熟悉 有一些 有一些蠻大的 蠻大的長官就是 會 會 力臨我們現場 為我們演講 演講這些 有趣的AI資安的議題 然後這是 QR Code 對 剛剛應該掃得差不多 對 反正沒有掃到可以到我們的 的那個攤位上 那 呃 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發問 我嚴重 我嚴重 喔 三個都可以 好 那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 有禮物 沒有 有禮物 好 有發問的話有禮物 對 有人要發問嗎 還是大家 然後旁邊那兩個QR Code 是我們可以聯繫的 呃 對 哈囉 那個 我知道這邊有一半是剩有的粉絲 但是我們還有三分鐘 尊敬一下 那個 有問題 請 他有professional版 他有企業授權 Enterprise版 一年大概是30到40萬 那國內有代理商 那你可以上寶哥 你知道寶哥嗎 寶哥的那個視頻裡面 他都有教 他買了Enterprise之後怎麼用 那他的資安報告會出的比較詳細 可以讓 蛤 對 report會比較詳細 好像 有會 有些會提示你跟你說怎麼修 那他那個包含的部分 就是 現在找一個 還是一樣 我去其他的找一個包含 就是 差不多 Enterprise的部分 他最主要是 他有特別針對 Owasp每一個 他會去寫出為什麼 跟建議你怎麼修 那其他的就是可能會說 為什麼你這邊有漏洞 但是不見得會建議你怎麼修 對 那以我們這種免費宅來說 我們通常拿到的只會說哪裡有漏洞 後面就沒有了 對 那個小禮物喔 禮物小天使麻煩你 阿中學還有問題嗎 是 大哥請說 那聽起來好像是去 店所有的 收拓然後去抓落空的房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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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 那是第三方的東西 他已經跨出了我們這次可以驗證的範圍 他必須是Duck寫的 Duck寫的 對 Duck的靜態 我們今天介紹的案例是 Duck的靜態 就掃扣的方式去進行這樣的檢測 那外部的話要動起來 Apple動起來才能夠進行外部的測嗎 那這個是sauce code 那個是打包好 打包好的話那是另一種檢測方式 對 有另外的檢測方式 那不是在今天介紹的主題裡面 對今天只介紹靜態 對 對對對 有興趣的話可以保持聯絡一下 謝謝 時間到了 還有人有問題嗎 哥 是哥請說 不要不要你不要問了 我不敢問了 你請說 請說 我怕打不出來 哥就是就你的使用經驗有沒有其他的 例子 例如說說他Q了 然後跟Trackbox啊 Honify啊 其實 其實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只能2023年講 因為我怕2024年其他那些禁業都已經出相關的套件可以用 因為Fault就現在只有 我們找到現在為止 不管是付費還是免費好像只有 在我們寫這篇的時候只有sauce queue可以做而已 就是我們覺得可以趕在今年發表最重要的原因 那其他那你剛剛提到的全馬10和否定 那既然他們還不知見這個語言 所以我不怕 沒有報告 我們有報告他們沒有 好啦 那同學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 那就 那就先這樣囉 我們休息到 45分 45分換聖誘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